按摩错位脑中风 颈前三角,颈介区 不少人工作疲累,肩颈僵硬时都想去按摩舒缓放松一下 尤其是做淋巴按摩认为有助排毒,提升免疫 但专家提醒按摩按错位置反而可能伤身 台湾心脏血管内科施医中医师说 因为颈动脉为头部供养的主要血管 若是不恰当按压,有可能会造成急性心血管风险 颈前三角区,是颈介区 脖子前方有一个颈前三角区 单侧会通过两条非常重要的颈部动脉 包括总颈动脉,追动脉,总颈动脉向上 在分流成内颈动脉,外颈动脉两条 所以左右两侧共六条,为头部供养的主要血管 若是不恰当按压,有可能会造成急性心血管风险 甚至危及生命 人体重要动脉几乎在躯干中心,常常覆盖在骨头之下 但是唯独颈动脉只有薄薄的皮肤作为保护 施医众说,因此从耳朵后面到下巴,再到胸骨上缘 可以围出一个三角形区块,这个区块就是按摩危险三角区 就被称为颈前三角区,是一定要避免按压的位置 错误按摩脖子,三大风险找上门 1.压迫到颈动脉痘,心跳,血压均下降 如果压迫到位于颈前三角区表浅部分的颈动脉痘 其感压接收器会导致腹胶感神经促使迷走神经放电 进而造成心跳变慢,血压下降的问题 严重的话压迫者甚至可能会立即晕倒 2.按压血管导致缺血性中风 颈部按摩时压迫到血管导致血流量变小,突发的疾病风险就会上升 通常这类型中风会在按摩当下就发病 尤其有些人原本就有部分血管狭窄问题 无论是先天或是后天原因 当颈部按摩时把主要供血的血管严重压迫 这时候就很可能会发生缺血性中风 3.按摩伤及内皮组织,形成血栓导致阻塞性中风 当血管内存在动脉周状硬化斑块问题 按摩时可能在血管的内皮层造成破损 除了斑块的碎屑随血流往上飘 有时血液中的血小板就会在此聚集,凝固 然而颈动脉的血流快速,在此凝结的血块 可能会掉落部分碎块 进而卡在血管中形成血栓 这类型中风大约在按摩后的三天内会发生 避免身体慢性发炎,是照顾颈动脉关键 除了颈前区避免按摩外 过去也曾有医学期刊报导情侣在脖子上 种草莓,用力过度意外引起血栓导致脑中风的情形 是意中强调,整体而言颈前三角区一定要避免不当的外力刺激 至于如何掌握颈部动脉的健康 可透由颈动脉超音波来检查,利用超音波清楚看到血流状况 是意中建议,在45岁以前应该接受颈动脉超音波检查 如有异常可以再安排电脑断层扫描 预防剩余治疗养成运动习惯 积极控制三高问题,避免身体长期处于慢性发炎的情况 更是照顾颈动脉的长久之际 健康生活编辑部 请不吝点赞订阅